搭郭樹瑤進旅館 女友要張庭湖別爬牆 我被人知道沒有路 想親自照顧我媽媽跟我弟弟 曾經以刺威男孩 入圍金鐘影帝的張庭湖 去年二月走出前女友 楊可涵情深的陰影 被本刊直擊 五熊連續兩天睡進她家 而張庭湖也順勢認愛說 她的陪伴是很強大的陪伴 我沒有辦法不愛上她 當初張庭湖在五熊的帶領下 靠著基督教走出 楊可涵離世的傷痛 只是聽說基督徒婚前要守身 婚前性行為也不行 就以我會盡力的追求這件事情 這現在不用遵守了 也不我們盡量來遵守 這個回答怎麼聽起來有點曖昧 到底是有沒有守身如玉 據說也因為兩人同居 導致原本打散受洗的 張庭湖受到阻攔 不過兩人認愛後放閃無極限 不難看到他們兩人 共同出席朋友聚餐 就有讀者木吉 某天晚上張庭湖和洪炎翔 大賀等人在餐廳外排隊 只見張庭湖很MAN的 就把五熊拉過來 讓他坐在腿上開始撒嬌起來 閃爆眾人 很金髮 那你女友有說到很帥嗎 我們覺得很帥啊 我們覺得超帥的 張庭湖不只愛情得意 最近也忙著衝事業 連續當了兩部戲的男主角 最新的就是這部 和郭書瑤搭檔演出的 《切小金家的旅館》 只是小記者最近花臉書時 卻看到五熊用本名 蔡宜蓁的私人帳號 在粉絲團留言 要乖乖的喔 別再爬牆了 感覺似乎有什麼玄外之音啊 五熊要不要來跟我們爆料呢 報導